四年读经 我们继续四年读经 每天读四分钟 每天读四分钟 四年把圣经读一次 好 来 这个 这个是今天回去的进度 出来继续五档到第八档 请问有照进度读的人请几手好不好 我们超前进度 超前进度也几手 好 如果我发现第一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不讲了 好不好 我们就直接读 因为没有超过一半的人 照进度读我就没有意义了 好不好 威胁你们 来 我们已经读到第二本 创究了第二本 读外离记 很多人讲到出外离记 就走不出去了 所以出外离记玩的时候 我会再误误看能不能超过 一半以上的人 来 这个我 我们讲过了 这个是摩西五经 再加上历史书 这个就是旧约的主轴 然后旧约其他还有 诗歌智慧书 还有大小先知书 这些都是补充的 这在这个时候补充 这个时候补充 这是主轴 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第二本 出外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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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爱迪出来 所以他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上 还在爱迪 还没出来 从第十三章下开始出来 到第十八章一直来 出外离 一直走 走到第十九章的时候 就到西乃山了 第十九章就到西乃山了 然后呢 就一直停在西乃山 从二十章到四十章 加上地位记二十七章 加上民宿记十章 一共五十七章 这圣经节通通在西乃山 他这个圣经节是这样的 好 我们讲说他在一到十三 还在埃及 在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开始的狗膨胀了 所以埃及人就给他吸压 叫他建成 然后杀他的男阴 杀了两次 都没有杀成 然后呢 神就遇变摩西出来了 然后摩西出生 然后后来他长大以后 他就杀死一个埃及人 然后就离开 但是四十岁的时候呢 神把他招回来 叫他回来 那这个地方我要加一个 你们要怀疑 而且有很多甚至牧师 有的牧师都讲这个 摩西武就是传说 我要告诉你 不对 这个古埃及的历史 非常完整 他们古埃及的历史 有三十一个王朝 七个时期是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时期 有三十一个王朝 记录非常完整 你们可以查 然后呢 而且不但完整 他们发现 第十二王朝 就是雅各迁到埃及的时候 第十八王朝 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甚至哪一个法导 甚至法导的女儿 通通在历史上 通通存在 你们不用怀疑 这是让你们知道 然后呢 这个就是第十八王朝 甚至都知道 这一个人 摩西是这个时候出生的 而且这个就是 捡起摩西那个法导的女儿 他后来也当个法导 这在历史上是 真正有这个历史在里面 不要怀疑 好 那四十岁的时候 谁把摩西招出来 你去见法导 但是法导的摩西说 他就提了五个问题 这五个问题 他说我是什么人 怎么可以去呢 那我去了 他们如果问说 那个猜底来的是谁呢 他叫做什么名字呢 他会不会信我啦 我会躲活笨蛇啦 主啊 你要猜尘嘴 就猜尘嘴去好了 所以神就 针对这五个问题 一个一个回答他 他说我是什么人呢 上帝不回答 上帝只有说 我会与你同在 然后你将来 会把那个以色列带出来 不让他带出来 你会在这个地方 侍奉我 这就是证据 第二个 我去如果他们说 你是什么名字呢 他就说 你就跟他讲啦 我就是那个 自有拥有的啦 那这个名字不好欢迎 因为他说 哎呀你哭 哎呀 不太懂 然后我们就中文 给他欢迎说 你背就是你背 他就知道了 你是水了啦 好 他们不会相信我啦 他说你就把那个 上丢下去 背怎么死了 你把手伸进去 伸出来就变成大阿疯 一伸进去 出来又好了 然后呢 把水拨在那里去选 你做几个神迹 他就会相信你的啦 那这就讲话 我就以前舌头烫到 就走火笨舌嘛 我不好 不会讲话了 神说 谁造人的口呢 你去吧 我会教你怎么讲话 第五个问题他说 你要谁 猜人谁就猜人谁啦 他说你有你的哥哥 亚伦 他会陪你去 你放心 好 五个问题 勿完以后 他就没话讲 知道开始要去了 然后他就回去 跟他的岳父辞行 然后他就开心回去挨主 但是神跟他说 那个法老会心很硬 不但会心很硬 而且呢 我最后 我会把他的伤子杀掉 他就会让你出去了 好 那摩西就开始去了 但是 这就是今天回去要开始做进步 然后呢 他就开始见法老了 第一次摩西跟亚伦去见 的时候呢 法老拒绝 他是跟他说 你让我们出去 这个跨给地方敬拜 我们几天会回来 那时候不是要出埃子 但是法老不行 不但不行 他给他加重他们的工作 法老讲了五个不 他说我不认识耶稣 我不从你以色列去 然后呢 不要把钞给他们 然后这个 做那个钻 不可以扫 然后你不要听他乱讲话 法老以这五个不来回应摩西 好 他给他加重 那个工作啦 钻点不给他们 欺负他们 好 那以色列人呢 就去哀求法老 法老说 你们懒惰了 拖懒了 炒不给你们了 然后钻点不可以扫 他们呢 就去抱怨 圣经从这边开始 你会发现 他一共抱怨十二次 一共抱怨十二次 这是第一次 然后就去跟摩西讲啊 那摩西就跟上帝讲 哎呀 你如果对他好一点 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嘛 但是神再次跟他们立约 我会怎样怎样 可是呢 他们听不下去 就是第六章 神在跟他立约 可是他们呢 因为做苦工 所以不肯听 然后呢 神要摩西再去 再去找法老 所以这中间有差一个 摩西跟亚伦的家谷 特别是亚伦的家谷 放在这边 然后他开始去摩西再去 找法老的第七章 那时候摩西已经八十岁了 他哥哥八十三岁 然后第七章就记载了 十灾就是第一灾 第一灾就是水变血 然后这边你们要注意 有人会说 圣经讲说 上帝使摩西 使法老心念 然后又一直 上帝 上帝写说 使法老心念 然后又一直跟他修理 然后 上帝又使法老心念 上帝又跟他修理 其实 你看原文就知道 这个使是什么呢 是任品 任品 意思就是说 其实法老是指心念 然后神要任凌他 一次我就赠品你一次 修理你一次 你又 我又赠品你一次 是这个意思的 然后呢 就说 为什么要这个十个灾难 就是要让埃及最后 会知道耶和华才是真的神 然后他就说 神所恭喜他的时候 把以色列带出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就是耶和华 好 摩西就开始进去了 然后呢 在那个摩西面 你就变成一个神迹 但是呢 行法术的人 他们埃及的行法术也会变 但是两个人的变 那个炸变成蛇 结果亚伦的蛇 把他那个 那个心法术的人 撕掉了 好 那 华老开始继续悉你刚验 然后你们去给他看 他一共刚验几次呢 十九次 十九次 那这个刚验 他们去给他查原文 这个十九次 不是同一样的刚验 有时候是心很紧 有时候心很重 有时候心很惨 反正就是刚硬 就对了 中文就反正刚硬 然后呢 就开始 第四个摘给他们 从第十七章 一直到十三章 就是有在讲这个十个摘 那配备要整理起来就是这个 水被穴 然后青蛙 那个狮 然后苍蝇 蚊 蚊 这些 十个摘 我们一个个慢慢讲 这个是我们猜诗系 以色列的时候 他有一张这么大的图 这个是十个摘 刚好在一圈这样子 这是黑暗 然后这个躺了一个平的 这个就发了个长子死掉 这就是十个摘 到处都可以看到 那就是十个摘 好 那么 神叫这个摘来呢 他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埃及人知道 他才是唯一的真神 让法老存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然后这个十个摘呢 你再注意看 他这个全面的九栽 不是连续一直发生的 很可能 超过一年 十个 这个九个栽 连续 它是一年的长 在这 因为它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尼奥尔 上涨的水 还有那个 植物的生长 应该配合它那个十个栽 应该是超过一年的时间 不是一直连续消息的 然后这个十个栽 你给它分了 大概可以分成四种 一个是 让人家很不舒服的 好像水变血啦 千蛙啦 这个丝啦 但那个很痛苦的 像苍蝇的啦 像这个圣树怎么样 那个很惧怕的 最可怕的就是 长子被杀掉 所以这个十个栽 大概可以分成四种 那这个十个栽呢 它其实呢 都是在针对 埃及那边敬拜的神 比如说 水变血 就是对付的 零奥和那个神 然后青蛙神 青蛙那个栽 是归合这个神 对付这个 对付他们当地埃及的神 这十个栽 然后这 那个 第八章 我们这个礼拜 会读到第四栽 知道第四栽 那 第一栽 第一栽 出现的时候 圣经有讲 埃及 行法术的 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就是 血变水的时候 他也会 行法术的也会 第二栽 行法术的 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前 所以第二栽也可以喔 但是到第三栽的话呢 第三栽的时候 行法术的也想要 背出这个狮子 却不行 所以从第三栽开始 等于他们就脱下了 好 既然他们行法术也不行了 那那个 摩西提出 我们想到外面去 那个走三天的行程 先敬拜神 华老跟他说 不要啦 你在这个附近就好了啦 不要出去啊 但是摩西提出 不行 我们在拜神的时候 你们那个埃及人 会不爽 我们会被打死 然后呢 那华老就说 好啊 那你们去好了啦 又要走太远啦 而且要为我祷告啦 这是到第三栽 他自己的生活是已经不行了 所以他就 最后第三栽想要让他出去了 但是呢 后来又心理 心理纲念 一样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礼拜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好 那 咱们 都知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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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